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被杀手每天敲打2万次,持续12年最后被活活敲死的故事 小胖是个普通上班族,这天下班回家的他突然被人敲了一下脑袋 小胖回头一看,这是一个面不猙獰的家伙 小胖吓得那是转身就跑 在家睡觉的时候,这个勺子怪突然出现,冲过来用勺子对他就是一顿敲打 无奈小胖只好到处找人帮忙,他打电话报警说有人用勺子水杀他 警察当他神经病没有搭理 勺子怪继续拿着勺子水打着他 在图书馆看书时,在马路上跑步时,在家刮胡子时 这个勺子怪都会突然出现用勺子敲打他 搞得他看见勺子就想发飙 小胖给医生看身上被勺子敲的伤痕 医生却说是他在自虐 妻子也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于是小胖拿起相机准备拍下这个勺子怪袭击他的证据 却没想到只拍到了一团黑影 终于小帅再也忍不住了 他拿起刀子向勺子怪捅去 可对方就像有不死之身的怪物一样 挣扎前小胖看到了勺子怪身上的神秘符号 他找到一个神婆希望了解这个符号的含义 神婆告诉他,这是一个诅咒 一个无处不在,永不停止 直到死亡的诅咒 可小胖不信邪,于是开始了逃亡之旅 在沙漠,勺子怪追打着他 在白宫,勺子怪追打着他 在深海里,勺子怪追打着他 在雪山,勺子怪追打着他 不管他逃到哪里,勺子怪总能追上他 并用勺子敲打他 小胖也尝试过反抗 他找来手枪射击没用 用电锯却把自己钉钉锯了 用机关枪没反应 最后甚至连火箭筒和地雷都用上了 可这个勺子怪仍是毫发无损 坚持来到胖子身边 用勺子一下一下敲打着他 弄得小胖都放弃抵抗 任由勺子怪敲打了 经过12年每天2万次的敲打 勺子怪终于把勺子给敲断了 就在小胖以为这是自己生的希望之时 勺子怪拉下了拉链 里面白晃晃的全是勺子 看到这些 小胖也是彻底的绝望了 有人说勺子怪就像是生活里的压力 他每时每刻都在带给你痛苦 屏幕前的你是怎么看的呢 本片故事来自奇幻短片 勺子杀人狂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